她那么喜欢艾美 可是能让方笑愚 这么大张旗鼓地发朋友圈 还是第一回吧 到了 你们等我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哪儿啊 唐总来这儿干什么 这是李师傅徒弟莫菲的家 唐总经常来找他吗 这个我不是特别了解 那他来这儿干什么呀 要带他一起去苏州 那个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你天天跟在唐总身边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夏总监 你也知道 唐总这人脾气吧 我们现在是要去确定 新装发布会的公益问题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 我想唐总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计划 你看啊 莫菲是李师傅的徒弟 对吧 对 对吧 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你用棉布做烙烙的 还是差了点儿 还是差了点儿 那什么布最好啊 密努尼西亚有一种布 是用真丝和法国制造的高脂棉 做成的布料 既像肌肤一样的柔滑 又非常地有质感 你有兴趣吗 当然有啊 这就对了 设计师就应该这样 要不然你来我们凯曼吧 我们凯曼要什么有什么 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代用 谢谢 我不感兴趣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怎么还不出来啊 可能是在跟莫菲聊什么事吧 有没有唐总自己开车来过这儿 而你却不知道的时候 当然没有了 唐总来了 走吧 去绣坊 好的 老板 来 谢谢 来 谢谢 方笑语又坏女朋友了 方笑语又坏女朋友了 还有点奇怪啊 她没有拉黑你 我身边的人 她不都应该当成仇人看待吧 但是你们俩误悔太深了 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何必闹得这么僵呢 其实我真的不想 可能只有她想吧 说到底 方笑语都是因为她妹妹 如果方倩能回来 我看一下 她发了什么呀 她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吧 一起染布 一起设计 这不是她女朋友啊 可是看上去挺亲密的呀 有看上去跟她不亲密的吗 她那么喜欢暧昧 可是能让方笑语 这么大张旗鼓地发朋友圈 还是第一回吧 要不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也累了 嗯 那你也早点休息 不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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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唐总 怎么了 喂 唐总 说话呀 唐总 我听不到你说话 说打错了吗 喂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手机没有电了 我刚回家充上电 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 你不会租一个充电宝 或者向别人借一根线 你怎么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忘了 你可是李师傅负责来跟我们 明远对接的负责人 负责人懂吗 就是必须要保持二十四小时 电话通畅 唐总 我说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呀 我手机出了问题 他自动关机了 我回来的时候刚去修理站 换了一个电池 是 你说得对 我是明远和绣坊的联系人 可是我总要有自己的生活吧 唐总 就算你是明远的老板 你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 对吧 我问你啊 万一发生了突发状况怎么办 你必须要保证你的手机 你必须二十四小时有电吧 你今天都做什么呀 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跟明远和绣坊都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跟方笑愚一起去拉人 你为什么要刻意隐瞒 什么叫我刻意隐瞒啊 什么叫我刻意隐瞒啊 是我过去的时候 方笑愚已经在那了 不是我让方笑愚过去的 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吃过了 吃得好好的 谢谢唐总关系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说 你吃了是吗 跟谁一起吃的 非要让我一句一句问吗 好 我今天早上八点钟起床 然后跟我弟弟吃了一个早饭 然后就去了腊饵工坊 一直忙到现在才回来 现在再躺在沙发上 再跟唐总您打电话 结果生了一肚子气 我这样的汇报您满意了吗 唐总 什么人哪 就不能好好问候吗 谁也不知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穿一身绿 约会啊 我去接妈啊 不是啊 我下午不是给你发微信说 她今天我要回来吗 正好你回来了 跟一块去呗 看来我真要换一个手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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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